比试集团组织成功上市 成为级织时的上级第一集团 集团上市很成功 怕正在回来路上 那就好 老公 你开车注意安全 放心吧 有你送我的全 是爸爸吗 爸爸 爸爸 你说我回来给我带礼物的 我要看你给我买的礼物 快拍给我看好吗 爸爸我也要看 爸爸在开车 现在玩手机不安全 等爸爸回来了以后再开好吗 不嘛不嘛 我现在是要看 好 我现在拍给你看 我还寻 sib...我? 到底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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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nicer 彈杤权了 contact answer 是 爸 怎么了 爸 告诉您个好消息 我通过了集团考核 胜利转正了 真的 我们思田真棒 爸 我从小就是孤儿 要不是您将我扶养长大 就没有 谢谢 这可能就是咱们父女的缘分吧 当初我掉落悬崖失去记忆 要不是你 我早死了 肯定还不是将我养大了呀 说实话 我小时候挺害怕你恢复记忆的 我怕你恢复记忆以后就不要我了 但是爸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赚钱 带你去干最好的医生 努力让你恢复记忆 找回家人 傻闺女 在老爸心里 你永远是我今生女儿 再说这事都过了十几年了 早就想不起来之前那些事情 现在就更没希望了 咱父女俩相依为命 挺好的 那我就给您养老 带您小福 对 但是 咱们还得假装不认识 你好不容易在临时集团提前转正 这多不容易 因为老爸这个清洁工的原因 对你有影响 好不好 乖 去工作吧 不就是提前转正吗 得一个屁 好 你 你 那东西 你没张眼睛啊 敢撞我 你找死啊 你知道我这张鞋有多贵吗 要是把它弄脏了 你这是老糊涂拆了 我都赔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就可以弄脏了吗 这故意的 是新来的原本吧 还没转正呢 这说起话来 还真是豪狠啊 她呀 被临时集团的二少爷看上了 自然豪狠 转正也是早晚的事 这陈朗头只是个清洁工 把她得罪了 这可有好果子吃了 姑娘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像你这样的人我尽多了 看我长得漂亮 就想吃我豆腐 葬我便宜是不是 姑娘 你不能这么说 我可不是那种人 我看你就是这样的人 死我东西你去死吧 谁敢惹我领悟的女人 少爷 这死老东西 他 他摸我大腿 你腿也为我做主啊 姑娘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 我什么时候摸你大腿 死老东西 我说你摸了就是摸了 还敢狡辩 二少爷 您听我说 这老东西 敢动我的女人 你不要命啊 啊 请问一下 发生什么事儿了 您青桌中老陈 把二手上去抄去吧 二手就给你收拾 爸 老公 这么多年了 你到底在哪儿 妈 爸 由于为他请的平衡符 一定会安然无恙的 我们一定会找到他 晓雯 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爸 国人 大小姐 怎么了 你又有一个消息吗 不是 是二少爷 二少爷出事了 二少爷 二少爷 主动让你摸的吗 就是 塞了东西 又来又脏 还想摸我 真恶心 爸 爸 爸 四少爷 你来干吗 快走快走 什么 陈思廷 这老不死的是你爸 爸 我扶你起来 我不能看他们欺负你 起来 你快别说了 二少爷 请您相信我 我真的是清白的 而且 这件事跟我女儿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 没事没事 不就是摸个大腿吗 啊 我平时也经常摸呀 就算你摸了 有什么关系呢 二少爷 那 老东西 我今天答应放过你 但你做那有所表示吧 二少爷 您什么意思 我要他 二少爷 他可是清洁工的女儿 清洁工的女儿怎么了 长得好看表少就喜欢啊 美女 只要你今天晚上 跟我吃个饭 今天我就放过你爸 怎么样 这 凌悟 你休想 你别以为你是 林家二少爷就可以嚣张 你打了我爸 就得给我爸道歉 哎呦 没看出来啊 还是个烈心的 你让我堂堂一个林家二少爷 下一个死瘸子道歉 对 就是给我爸道歉 二少爷 不用道歉 不用道歉 他是开玩笑的 您就要一会儿 这事我自己解决 你自己解决啊 好啊 那你就自己解决吧 你今天摸了我女儿的大头 那我打断你一条腿 不过分的 这 来人 死瘸子 死瘸子 本少爷还真是好奇啊 你说人的腿瘸了之后 到底还有没有知觉 要不然 今天你到我宴这里吧 啊 好好罢了 你 对他 你没有爸爸吗 你没有良心吗 我们是不良心吗 陈思恬 你找死吗 陈思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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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为公司员工 明知道我爸 因为十三年前的车祸失踪了 你现在不仅故意提起他 还拿着个死犬子 跟我爸相提并论 你以为他是谁啊 他也配 陈思恬我不配 我不配 他很小不懂事 我求您放过他 你想让我放过他呀 好啊 那就换了他 陈思恬 陈思恬 你心子很烈啊 今天不仅敢冒犯我 还敢冒犯我爸 甚至让我给这个死犬子 道歉是吗 好 那我今天就把你狠狠地 踩在脚下 你现在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衣服给我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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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 姐 小五 妈让你来公司 你就是这样来公司的吗 姐 我 大小姐 这一切都是那死穴子的错 她不光顶张儿少爷 还辱骂你们的父亲 林董事长 什么 辱骂我们的父亲 大小姐 大胡说 我没什么爱您父亲 这个人 我怎么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你才是胡说 大小姐 您一定不要放过他们 够了 你闭嘴 看你也是我们集团的员工 应该听受过我父亲失踪的消息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 在背后说我父亲的坏话 知道吗 大小姐 我不会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坏话的 我们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姐 这死穴子就是咱们公司的清洁工 你每天来公司上班 碰见它不很正常吗 大小姐 二少爷说得对 我就是 集团里一个普通清洁工 没对 一个清洁工 来给你 怎么可能 你放心 今天 你跟你女儿的委屈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调的 不 不 不 只要你能别再欺负我们父女人 我们就 赶紧赶得了 正不敢要什么叫她 我想回家 好 爸带你回去 来 这是 这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无论你们需不需要 我都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刘秘书 先送他们回家吧 是 大小姐 小五 小五 如果你无法取得他们的原料 以后也不要来公司了 还有你们 以后 我若是知道 你们有任何一个人 歧视他们父女 我见到一个 开除一个 还要想干嘛 还不去工作 是 大小姐 二少爷 您该不会真的给你一个清洁工赔你道歉吧 我能怎么办啊 我姐她向来挺面无私 如果我不道歉的话 恐怕我明天连公司大门都进不来了 从小我爸就最疼我了 如果我爸还在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让我跟一个清洁工道歉 爸 你到底在哪儿 赶紧回来啊 好 知道了 妈 知安署那边传来消息 说发现了一条关于爸的新线索 让我们过去确认一下真伟 姐 爸回来了 现在还不能确认 但这已经是一些年来 收到的最好消息了 希望我们这次找到爸爸 我们现在就过去吹人 好 下午 你不用去 妈 今天周五 让你请陈师傅他们父女过来吃饭陪你 希望你可以借此得到他们的原料 如果爸真的回来的话 你会感到欣慰的 好 走吧 爸 爸 能把这么多水果干什么 因为是他零五要跟我们赔礼道歉 怎么现在变成我们给人家送水果来了 李多人不怪 人家林家家大事大的 你还真奢求人家林五少爷能给咱们道歉啊 我只求人家以后只要不欺负咱们就行了 再说了 这点点东西 好说话 不是 这些水果这么贵 我们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 我给他 他 他死人了 好吧 走吧 走吧 过来 河少爷 他们怎么来了 我妈让我把他俩叫过来 家里吃饭陪礼 所以我叫过来了 不过就是可是下等的清洁工而已 董事长费 二少爷 我们来得是不是不适合 吃饭还挺积极的嘛 既然你这么积极 那不如 就吃那个吧 那是狗粮 你根本就不是诚心道歉 你就是耍我和我爸的 陈思天 你叫什么叫 即使是二少爷的狗 也比你们这种下的人高贵十倍百倍 让你们吃狗粮 是你们的荣幸 别富之好胆 就配吃狗粮 二少爷您可真机智 行了行了 不愿意吃狗粮就算了 本少爷不是一个强人所难的人 那既然你们今天都来了 都不白了 你看我这客厅脏的 我打扫 我来打扫 还算你实笑 这袋子都是什么呀 只是吻了一点心意 希望二少爷您别嫌弃 死瘸子 你以为带一些暗水果 就能讨二少爷的欢心 怎么 你当你的橘子是金子做的 死瘸子 还挺忧心的嘛 既然能知道 本少还喜欢吃橘子 二少爷 原来您喜欢吃橘子呀 那我喂您 二少爷 那橘子上的白丝 别抽掉更好 说什么 死瘸子 你以为二少爷是你这个四千八老啊 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都完全理塞 这个白丝不清不楚的 当然不能吃 你想害二少爷得病是不是 不不不 我哪敢害二少爷 我说的是真的 这橘子上的白丝啊 通若话痰顺气或血 对身体好 爸 你这橘子上的白丝 都没抽掉 小谷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橘子上的白丝啊 通若话痰顺气活血 吃得对身体好 爸 你这橘子上的白丝都没抽掉 你这橘子上的白丝都没抽掉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二少爷 你怎么了 你怎么喊他爸呀 小瘸子 爸 你别以为了解了本少的喜好 就能得到本少的原谅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妈要求我给你道歉 你今天根本就不配进我家的门 你现在立刻马上去把整栋别墅打扫干净了 否则老子要你狗命 你太过分了 是是是二少爷 你需要紧 我这要去打扫 这就去 爸 二少爷 一个死瘸子 害得您被董事长和大小姐训起 还是要冒犯您 应该不会就这样算了吧 你有什么办法 虽然这么能把它怎么样 但 你也是沉寂还是可以的 都准备好了没 那当然了二少爷 你就放心吧 二少爷 你还挺喜欢拖地的 啊 啊 二少爷我马上去把皮肤收拾干净了 那边还没拖干净呢 你就这么敷衍我是吧 啊 那边我拖干净 二少爷你别生气 我马上去再拖一遍 死瘸子 死瘸子 你不仅害我挨骂 还让我连我去找我爸的资格都没有 这他们都是你自找的 三 二 一 二 一 二少爷 你看 那死瘸子果然掉下去了 死瘸子啊 这就是你得着二少爷的带劲 还想上啊 给我滚下去了你 二少爷 这死瘸子的样子 游泳的时候好像一条狗啊 爸爸 你游泳的样子好丑啊 好像一只狗 我不想学 对 这狗毛呢 看着是有点难看 但是关键时候 能救命 相信爸爸 来 爸爸钻你 妈 爸 他上去 我听说 我爸掉游泳池液了 她不会有事吧 我就我爸一个情人了 她不能出来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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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二少爷 放心吧 陈思恬 你那小子爹命运得很 被我们二少爷救了 死不了 现在正在卫生街冲洗呢 真的 我爸他没事 爱信不信 二少爷 要我说 要那个死瘸子淹死得正好 你干嘛还救他呀 那个死瘸子 肯定不是我爸 我今天心想说 你快去一步 我太宣 Everything 你那儿 你快去的 是个 общем 那妈咬 With you 我妈咬 你什么事 我妈咬 你不得了 Avo on you AH 老公 这两个平安福 我們两个一人一个 保育我们的平安安 观事如意 切一老婆 有了这平安福 我们也能平安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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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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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去 二少爷 那死穴子去了那么久 该不会出事了吧 老公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爸是个残疾人 你凭什么这么打他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打他 我告诉你 我们把他告诉就是好的 这个房间是我妈的 平时连我跟我姐都不能擅自进入 她一个死穴子也敢进来 简直是找死 就是王少爷 这个死穴子 可能不光进了董事长的房间 刚才还拿着董事长的照片一直看 只不定在想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呢 真是晦气 跟我已经在胡说什么 我爸哭里这样的人 我们亲眼看到的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你 滚 你跟你爸 立刻给我滚出林家 以后要是再让我发现 你擅自进入林家企图向我姐卖惨 我不介意把你另外一条腿打断 垃圾就是垃圾 不知好歹 不知好歹 二少爷 这个平安符 它很贵重吗 这是我妈当年 给她跟我爸求来的 实际上只有两个 另一个在我爸那里 是以后找到我爸的重要证件 当然不能丢 哦 少爷 夫人的项链不见了 听说 什么 搞日的 但偷我妈的东西 找死 二少爷 你这是干嘛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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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真没偷东西 你还是告诉我了 陈思恬 你那死瘸子爸爸 进入董事长的房间 董事长的东西就丢了 不是他偷的 那是谁偷的 二少爷 一定不要放过他 你不交是吧 老子今天他们淹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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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拿不拿出来 二少爷 我真没偷你约了我 我告诉你 我妈马上就回来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现在把他交出来 我不仅可以放了你们父女两个人 我还可以再给你一百万 怎么样 什么 二少爷 你要给他一百万 那条项链是我妈对我爸的念想 根本不是金钱能解决的 不都是一百万而已 一千万我也给得起 怎么了 你叫喊不叫 二少爷 你打也打了 搜也搜了 真的没了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让我出来了 那我就成诚你 屁股 我爸那是清白的 你这样对我爸 你不怕天打雷批吗 天打雷批 好啊 那我现在就打死他 我都要看看 我会不会被雷批 少爷 这天好多难的 都不通常打雷了 我说是打了雷吗 你要什么大击少怪的 四学子 你别以为你这样 我都治不了你了 我当着你的面 搭你女儿的衣服 你一定很刺激吧 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嗯 四学子 妈 妈 虽然这次信息出错了 但是我能感觉到 爸爸 没什么厉害意见 妈 妈 小月在干什么呀 我有些累了 你去看看 好吗 你去休息吧 我先来 很久惯 那个我 我ить 你真的还要 你现在 我开玩 你去 你去 你我的 你去